繼續本頁 在兩年間,其實我們一些舊班都沒看到 無教開電視看,他們的動畫都播出了,就是播放一些舊動畫 那不算了 唯一看了一集,新版是傳眾之物的虛弱的假面 因為那套是兩季回來的 這一套呢,最後評價的人覺得OK的 但我看完之後覺得 我是完全不能夠證明它是一套OK的作品 你要明白那些人的OK的原則是在於在這一個 在街零期望的情況之下,發覺都沒去到太渣流灘 還是在一個魔法四天王的水平的眼光去看它 是一套不錯的作品呢? 如果是這樣,就是這個理由 我認同這個說法 因為大家未達到,他開過的時候就用一個魔法四天王的層次去看它 我覺得大家都用一個魔法四天王的層次去比較 我們第一套要講的就是這個 《樂蒂騎士英雄譚》 沒有說錯名了 因為沒有主題的關係,所以是大人氣的一套 不關事 你覺得不關事? 夜之一刀收落大人氣 夜之一刀收落來搞錯 或者這樣說,這套東西其實我幾不喜歡的一些地方 是在於就是… 因為本身它整個故事其實是有一個叫做出席這個劍王祭的舞台 唯一一個主軸就是… 總之就是什麼呢? 大家打這個單淘汰… 不知道是不是單淘汰… 其實我看上去,最終其實是一個單淘汰祭來的 但我想他應該有很多個人 單淘汰… 他一次打就輸一次就輸了 但是呢,單淘汰祭的時候 其實我有個疑惑 他們說到,這次的對手已經幾戰全聖 如果他不是全聖的話,你就不會見到他了 這個也是同一個疑問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全聖紀錄,我估計 他應該是累積到之前那些…不知道在比賽以外的全聖紀錄 就是代表… 我又覺得這樣很合理 一場勝負不能夠代表什麼的嘛 分籤分錯了 但是…這個錯誤來著於是什麼呢? 最終學生會會長… 他是不能夠代表… 喂!他只是輸最後一場而已 你就說…他不能參加劍王祭 我真的覺得你這個究竟是單淘汰賽 還是一個巡迴賽來的呢? 你這個套租的話,學生會長在一屆為什麼會輸完 因為他對著說用槍的人 然後就輸了那一場,所以就變成四強了 他都說過了,在這個樂大騎士英文壇裡面 就是說每個人的能力、佛刀技巧 都會因為他的屬性或者特性而被剋的嘛 沒錯 你如果這樣用一場去屈他的話 那我覺得我沒什麼好說的 事實上我也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動畫有沒有描述過賽的制度如何玩 沒有 他就是完全錯過這件事情 根本靠你去猜 但是老實說,如果你跟他說得多長多勝的話 我覺得一個正常人的一個普通的concert 都會說,那你現在正在打循環賽 我一開始完全是這樣以為的 然後發現原來不是 最終告訴他原來不是 是 在那裡半路才發現,那些人不太對腦 為什麼是淘汰制 原來他們是淘汰的 對,這一分鐘內說到很大的代價 對 我用壓縮我的生命的力量 他也有的 因為他每一場給他之後都會入醫院 睡覺也要 都有正常做過的 不要說他沒有 對,這個跟Dorma被清威醫生之一醫 下一集做生命活動一樣 對 他也要睡覺醫院 不要說他沒有做過 所以醫療技術才是最強的能力 對 因為我們身分之後 他對這個能夠消失 能夠隱形的佛刀術的騎士 一開始就對一個人說 對他的傷性是最差的 因為看不到的話 就是你打不到 對 最用功的天使 你可以叫他來 最大問題 通常這些都是什麼 你作為一個暗殺者的能力 麻煩你 暗殺者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擊別殺 沒錯 然後你跟我說 你換敵 OK的換敵 你的換敵 然後你的換敵是什麼 說到其實 最終一輝 怎樣去贏他 他贏的方法 其實贏不到 不如幫大家重溫一下 他贏的方法是什麼 他贏的方法就是 他那個人的性格 什麼聖線 完全沒有模仿 猜到他射的地方 就是 我代入你的角色 我知道你是個卑鄙無恥的人 作為一個卑鄙無恥的人 一定是療癒 不是 一定是射他 是 他說他學會了對手 射箭的雜性 聖線的方位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就猜到他的戰路 會在哪裡 於是從而避開 最後一擊別殺 搞定他 當然那一刻我想 其實你現在不是 打的一部機械人 是打的一個人 他真的可以 每次重複一模一樣的動作 你當他懂得獨心 他不知道這個獨心是怎樣 我們已知的是什麼 你知 我們在過往的慶小潮 或過往的動畫裡面 什麼叫獨心 獨心就是什麼 由你的動作 去猜到你 或者直接的能力 就是你聽到你的心聲 但這就是什麼 我看不到你 聽不到你的心聲 我靠我猜到你 不是 你簡單來說就是心眼 鍛鍊到我大概猜到什麼位置 就丟你了 就是 而心眼這件事 也是很奇怪的 他猜到 這位對手 出戰 或者是 他會射他哪一個位置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老殘就是 那個人當了自己隱形之後 是不用走位的 你看到整場戰鬥裡面 尤其是去到後期 他是完全站在一個位置射的 最老實說 這個不是獨不獨心的問題 這個是對手 這個是一個 我真的 我真的不懂得說 你用Sniper是說得不好的 這個最多只是一個固定炮台 一個Sniper應該懂得走位 這個關乎的是老殘問題 對 沒有關係 如果不是老殘 但是一槍一開頭爆頭已經死了 最好笑的是 這個作者很專用 一個很高 所謂很多的名詞 很多的觀察 去堆砌一個古的絕招 其實說到尾都是古 那猜得還沒事 這場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 我是很肯定的 作者是因為想不到怎樣 所以這個人才會變成什麼呢 打嘴炮 因為老成功說 你試一下不打嘴炮 第一次 哎呀 嘩 死了頭髮 死了頭髮 這個故事又結束了 正如同一個角色說 一開始的時候 一件劈下去 哎呀結束了 都是一樣 台湊觀眾的 模擬也說 一開始一刀收羅 然後發動十倍速度就搞定 你還沒隱形劈死了你 告訴你 沒話要說 兩個都老賊 有馬說的是很好的道理 在開始那一刻 只要 叫做什麼 天下武功為快不破 只要在他發動能力那一刻 快過他 嗯 KO 根據這個作者的說詞 透過他的朋友的口 很緊張 他忘記了 人家第一次初戰 有些老殘都還發的 這場其實 總括而言這場是一場低水準的比賽 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能力完全用錯了 而解決方法 剛才我們也說過 他是一個強行來的心眼 那一念奸上嘴炮 都不能有期待 他是什麼高深的絕招 應該 因為他也說到這個人 以前都學了音招 喜歡慢慢和 對手 他習的姿勢方法是這樣 你不可以出他的帳 對吧 或者這樣說 其實在這場戰鬥裡 應該說 其實所有在諾貝奇斯金門潭裡 一揮的戰鬥 他受傷 其實他是沒有受傷 最後一集都特別明顯 我覺得其實 我是每一集見到他 你這個人受傷 受傷得很嚴重 但你的動作依然很敏捷 老實說 假裝一下都要 大哥 你在做戲 做一個尖業的演員 皮外傷的招牌企 不會有那麼多 我覺得這些 其實我看這一場 好像什麼 我看Hunter裡面 基路亞 就是在漫畫裡面 對蟲的時候 那個射標靶的那個人 那個感覺是類似的 但是基路亞都教足氣啊 其實射箭的時候 是說到射左腳右腳 你動動應該有些困難 除非那個人射腳的時候 不知道射什麼 一刀生來是壓縮 壓縮你的能力 提升到極限 但是不是代表 你受傷是不關事的 我想他作者把你搞 一刀收落 應該是在馬里奧裡面 那顆星星來的 成王那邊第一份 對 OK 這一場之後 然後就說 令到全家學校的人 都好像對他突然之間 有點改觀 對 我買你輸的 你贏了 麻煩你 對第二場 這次就是對一個 都是一個 劍術的修煉者 是啊 學者 三年級的 其實 他也是很奇怪的 其實 應該說 他找他去教 他想 了解 他怎樣用劍 然後 這位學者 這位同班 也不是學者 好像說 不是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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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學者 就是因為什麼呢 他父親就是 一鐵很養武的 劍術的大師 最後沒有事 一聽名字都知道不懂 真的 多有喜歡氣息 真的 一聽名字都知道不懂 稱號就是那句 哪有最後是好的 這位學者 在這個過程中 他為了贏 其實他也有些不擇手段 首先 他先用這個陰招 逼男主角 用了他的招 無敵狀態的能力 一刀修羅 已經用了 然後在場上 設了陷阱 令到這個男主角 會處於霸風 不是啊 有腦 我知道你一刀修羅必殺技24 是CD時間 在比賽之前用了便可以 有腦 有腦 聰穆 我覺得OK 他活用了自己的身體能力 的確是 對 用盡力之餘 處於不利的狀態 有腦才覺得 這位置 學者 那個位置就是 那一場裡面 叫做什麼呢 最後 這場戰鬥 贏的方法是什麼呢 主角說 我知道你不是這麼卑鄙 不是相信我知術 不是 其實是出古惑的 根本上一輝是知道 你出了術 我怎麼贏啊 然後他就說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是一個 這樣的人 我相信你不會 會不會沾污你的劍 然後最後就是 最終就是令他 屈服於這個 武士之魂之後 這樣就這樣 都不用美女的屈 你出必殺技 我這個美男的屈 他不會打 都很正常 沒有東西的 但一鬥出銷而已 這部程度上 這場也不是一個戰鬥 其實都是純粹是 發揮一下刀 做一下樣子 然後用一下這些 說幾句就搞定了 其實都是 廢多年一刀手 都不用用的 這樣就不用了 其實你不值得我用的 你現在的模式就是什麼 有一個對手 不管對手 他有什麼背景 他這麼卑鄙無恥都好 然後跟著什麼 中間裡面 其實你看到 那個交流 或者事情的解決 是沒有解決過 然後就馬上進入戰鬥 戰鬥完之後 就事情突然之間 好像解決了 事實上 這件事在第一集官時 當然是這樣的 作者都很希望 就是把這個 他喜歡用這個 說幾句的方法 去令到 每一個角色都很有 深刻的背景 黑暗的過去 然後就為了 信念而戰鬥 第一集官時當然是這樣的 因為靈躍學者其實是 為了出席這個大會 他覺得出席了這個大會 他就有機會去報仇 沒錯 然後主角就說 我相信你的良心 相信我的良心是沒有用的 我是要拿回我的道場 你明白 這個女主角最後還是深遠的 相信她的良心 某程度上沒有說錯 不是 如果她開口說 這場球讓我贏 然後我幫你 扔那個人 就行 那最終也是 你可以說 其實她最終現在 就是男主角贏了之後 接著就是他聽唱 然後說 嗯 我去過道場那裡 找那個人 就打場 是 所以當看完房一集的時候 我深刻有一個想法 就是你們是否有這麼多 一開始就行 其實是否可以 我讓賽 我讓你贏又怎樣 要自己跳樓 就是為了挑戰壯人 而去 一定要去出七星劍王祭 對 你又自己打不贏 那你自己去七星劍王祭 那時候不見都能打贏 其實 你又搞那麼多 做什麼呢 這個問題就是 那一個問題 他認爲 他出術打贏了一匯 他是不是長場都可以出術 現在這個出術是什麼 為何沒有人知道 那是因為一匯不爆出來 一匯心裡我神祖知你了 其實那一匯都很貼的 我跟老師說 我跟那個師傅說 我知道他出術的 不過算了,我大人有大量,你不要跟我說 然後出去打的時候,其實這傢伙最喜歡的必殺吉友 這傢伙出術,他都是可以贏的 這個做甚麼?買定錦囊,你有我長梯,我有張良解,對吧? 你用一刀收拿,不要緊 你明白,老師不改一個好處 一,我打輸了一聲說,老師他出術,我贏 我打輸了一聲說,不用說,我好人,我不爆你,多好呢,好感度加分 有計劃的,大哥,你的… 這條是無矢的 這樣對面卑鄙,我覺得無矢 你不能說,沒有人的騎士到的,我是不讓你這樣做的 最後你說,對狀人,其實他描述每一個角色在這裡,都是很片面的 狀人的角色描述的是甚麼呢? 狀人其實是一個很醉心劍術的人 雖然他外表好像有點像個死飛仔 但其實他心裏面是熱愛這件事 他是為了找強者戰鬥 而靈業的爸爸,這個最後沒事 他最後都是說對不起人,就是這樣說,我不能夠出盡我的全力 能夠和你打,然後呢,我們有一個問題 跟他霸佔的道館有甚麼關係? 他突然想說,這個人,這個人雖然不羈 但他心底善良 我應該說他是一個很純真的人,不是心底善良 但他霸佔監武館是為了甚麼呢? 老實說,如果你是為了甚麼呢? 我是因為看到靈業這個人,他的劍術的才華 他能夠是甚麼呢? 令我打一場很滿足的比賽 靈業說可以再和這個樂帝武士的劍術一較高下 我接受,你霸佔監武館,你是有目的 我是要給磨練這個學者 所以我才做這個行為 但最終來說,他霸佔監武館,其實是沒甚麼目的 他又要說到自己好像很尊敬的對手 但他又要破壞那間武館 然後到處撩士鬥飛 我不覺得你有多尊敬你這位對手 有個解釋的,我有老婆的 記住一下老婆的 如果他是有心去挑機的話 去各個地方學校挑機 可能挑館的也沒問題 但他的選擇是甚麼呢? 因為他想要學者成長 但整個成長就用嘲諷法 我霸你道場,踢走你爸爸 說到這單刀,你快過來挑戰我 但學者不爭氣,一隻都打輸 所以他不開心 他很不開心,很開心 然後找到一個男人回來 算了,我替你頂一頂一頂 這個男人都可以,我都打得夠 那算了 所以找到一個後的人 學者就不要了 要這個就OK了 他有苦心 但學者不爭氣 這個男人見面的肉體 都比較適合他 不過我想像的畫面就是 每天都在道觀的門口 或者來了未 看一看就沒有來 其實在門後偷看 傲嬌 我這裏很唯獨 我這裏很唯獨 他不停是 有一點點 叫做什麼呢 勉強洗白 有一點壞的角色 但他不是壞蛋的角色 因為他太執著於某些東西 但其實你哪個看到 這個角色 我一看下去就是 這個角色 人格分裂 我會覺得 人格分裂 我不覺得 他對劍術 有那個尊敬在 其實我又覺得 他對 對手 其實他會尊敬強大的對手 他就是想擊戰 但然後叫什麼呢 你想 跟強大的對手對決 然後你明知最後沒事就是什麼呢 他正在病 他說打 然後打完之後說 我真的 搞錯啊 你真是你 你這麼廢 然後我說 我就是那句話 那你真是甜的 大哥 我雖然都明白 這一種在戰鬥中 要插一些回想畫面 都是日本動漫的傳統 但這個作者 他真的每一件事 都覺得 為了令戰鬥多了一點信念 碰撞之類的關係 每一次都要強行 加一些故事給那個角色 然後令到他打得好像 有力一點 所謂的 但我自己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感受 我看完之後 因為他給了訓練的理念 理由是不夠說服力 如果你說 作人其實是為了追學者的 如果學者成長的 那些問題就是 對的 特意扔到老爸 半殘 讓學者成長 激起他的路心去挑戰自己 被培育英才的話 很正常 但他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你都要 你這裏變成 一些關係 就算這樣說 很簡單 其實很多輕師都有 可能這個人 一直都對最後沒有事的劍術 其實很醉心 但他真的覺得 這個人最後好像走下坡 他真的想重振這個劍術 所以他用另外一些方法 大哥 你如果這樣 你一天就給我一個回憶畫 再簡單一點 其實更加你 為何要討厭這個道場 因為他覺得 這個道 最後沒有事 這個人已經變得這麼廢 這個劍術 已經不應該存在 他一次是洩憤 心裏很不高興 你討厭這個道場 只要給他一個理由 他還可以搞得怎樣 我不明白 為何不給他一個理由 我們講的理由 好像合理的消息 對 所以 這個角色 你好像講到 他只是一些什麼 很敵手的角色 但他一點都不很敵手 我覺得 他只是一個 真的一個小運運 一個很高劍術的小運運 還有我想講 這個 好敵手 他那個作者的形容 每一次都覺得 他是一個小名 為何他一個小名 小名的特點就是 他跑得比火車快 小名為何跑得比火車快 因為他真的很快 那為何這個人 可以用這個劍術 擋到那些招數 和可以打到兩刀 因為他真的很快 你明白嗎 因為他講到 狀人 他的反應是0.5秒 但是 主角和Stannell都是1秒 一秒就是 答問題 你怎麼動都是猛他的 怎麼反應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為何這麼快 因為他的特性就是這麼快 他才是一個小名 為何他可以斬得這麼快 因為他真的很快 不關你用我爸爸的高色 那你想我怎樣 即是時間你用一刀石頭衝過去 你快速度加快 又點快 你也頂不住 他在說的是他的反應速度 一個人的反應速度 因為反應速度是不可以被鍛鍊 每個人是天生的才能 他就說 這個天生的才能 怎樣能夠超越 然後靠努力 那怎麼努力去超越 重點是他講到 那個0.05秒好像很帥 但我覺得 你為何要斬得這麼快 因為你真的很快 這個理由 是認得整件事不帥 我覺得已經是 他講到那件事 最精彩是甚麼呢 其實那個人 其實有些靠勁地說 因為要維持這樣的反應神經 他這個人也會很累 其實我覺得他輸的一刀石頭衝 其實主角就說 我陰乾了你的體力 和你磨一樣 但原來不可以是SP吵越滿 應該是出必殺技 我只是出滿了SP吵越 你看我出大技了 對你出必殺技 你這麼開心為甚麼 這個問題也是 其實都是說的 那個 叫做能力之間的設定 那個對碰 那個解決方法是 都是 信念 跟你說 我突然掌握了 已經掌握了些甚麼 然後突然加上一刀修羅的外掛能力 我這件事就解決了 不是 即是說那招厲害一點就厲害 即是說那個人是快就是快的 其實你喜歡 其實一刀修羅就搞定了 沒有意思 因為你都想要快 你明白了 就跟你玩打街機 一定要用超beat 這個KO對手一樣 有鬆快感 這個事情 OK 我不明白 是的 即是你說這裏 接著就開始就說 學生會會長這個角色 即是他一直是營造這個角色 就是這家學園裏面的No.1 是的 都跟我們之前那兩集講 這個輕小說的世界觀一樣 為甚麼要用這個學園設定 最簡單就是 三年級就比二年級強 二年級會比一年級強 然後學生會一定是最強 簡單易懂這個事情 你看三年級學者 多厲害 其實呢 會長這個角色 他的能力 某種意義上是和狀人一樣 他是狀人的升級版 因為 叫做甚麼 我知道我們的神經傳達系統 我們是靠電流 所以他是靠電流 他就可以感應到一切 他可以做出一些 甚至這傢伙用雷 他用雷 可以有狀人的反應速度 他甚至可以 他在地圖攻擊 他在地圖攻擊 不用再近節 他不用 超電磁炮 出賣鬼 然後 OK 其實第一場 就是妹妹 先對這個會長 這一場裡面 其實 因為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 這場戰鬥 因為沒有那個所謂的 模擬戰系統保護 是會真的受傷的 是啊 我真的刀刀刀刀下去 那些人 你不要理他們的醫療技術 多麼進步 一揮都經常都 每次都相信 我媽媽都不認得 都可以 你意思是可以喊這麼一刀 人家可能有神知醫療技術 你不要吹他 吹他不吹他 有醫療就行 總之是 不知道 可能 因為他開頭 這個比賽開始的時候 他都說過 生死國安天明 當然這些 這些是 輕小小的壞習慣 一定不會死人 在這個級別的賽事裡 你要明白 生死國安天明 這句字是氣氛 OK 氣氛 都沒有簽生死就算了 其實是有先的 還有 如果你不記得 母豬第一個打的那個人 最後不戰而敗 那個人沒有戰過 就贏了 因為那個人害怕 所以 大哥 真的會死的 會死的 其實很合理的情況 被他燒死的大哥 你參加這場比賽的時候 有一種覺悟 但是 給我看一些傷勢的東西 他是比青蛙醫生更厲害的 喂 每個人都是睡一晚 你看到的 就算一輝 好像剛才我們說 打隱形那條彈散 那時候 他一夜之後 就清掉了 那些傷勢 等一下 其實他一夜 就有點爭取 他也沒有說 一夜搞比賽 有時候比賽說搞三日四天 會隔幾天 會隔幾天 會說會長那把刀 都有一把明刀 好大都是這麼出名 可以砍別人這麼多東西 都砍不死人 那這把明刀 真的不是挺有名 還有可能對面佛力高 別這麼說 那對妹妹 對妹妹那場 其實叫做什麼呢 其實對妹妹那場 算是叫做什麼呢 這套作品裡面 最比較唯一 真是信念的對決而輸了 就是大家 沒有數鴨 強者恨強 應該說 大家高下立見 強者說話 信念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我對我哥哥的思念 多好都好 是不能夠來選技術上的 不關學者事 學者和你哥哥沒有關係 其實 我告訴你輕放到爆燈 炮灰就是炮灰 你實力不夠我強 就是實力不夠我強 你慘的地方就是在於什麼 就是因為他沒有一刀修羅 一刀修羅 sorry 一刀修羅那種 我的思念可以增幅我的能力 這才是最強的 這個主角思想 不好意思 所以那一場是 這一套東西裡面 很有地 我覺得這一場 我是一場比較能夠接受的戰鬥 是 因為沒有原點 就是信念不代表大了 信念 你可以說 因為他一開始打到叫做勢軍力敵 也有策略就是什麼 妹妹 特意不打近身戰 然後到受了傷之後 當然 學長那個所謂的特殊技能 我想說 涉足 是涉足這樣的技能嗎 我覺得這才是最小明的一件事 涉足怎麼可以令到別人看不到你 因為他就是令到你看不到 他的解釋是這樣的 大哥 你想我怎樣 你贏吧 對 應該這麼說 他是沒有試圖去解釋 所有這樣的所謂 現象 的能力 他想套一個很科學的方法 人類的事其實是會過累一些 他覺得不太重要的情報 你定在前面 這個技能的能力就是 讓你將我變成一個 不太重要的情報 所以突然你又發覺我不到 後面再補鑊 再加少電流的東西 好像整件事科學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 喂 我覺得 河馬都已經夠亂吹了 你比他還蠻好 不是 整班小明 怎麼玩 例如你說 拍烏鷹 你拍的 會突然會去到一大地方 你看到烏鷹正常 但問你 學者不是烏鷹 沒那麼小 他說的是 大哥 會自動過累一些不必要的情報 在你視覺接收 但是 你如果說的話 對我來說 就是 你怎樣將這件事 成立到呢 老實說 你跟我說的縮地 是一些 暴發 輕功 是一些暴發 所以令到人好像分身 那樣 我理解 最少跟我說是偷襲 這件事情 或者是電流 我在你面前 我放了你 那你想怎樣 他說 突然之間 他的反應慢了 然後 我曾經說 開頭想這件事 其實是否 電流 阻礙了 他的訊息傳遞的速度 所以令到 他人變慢了 真是麻痺 突然 他套了一個叫 涉足的技巧 然後我說 那我更加不明白 你跟我說 如果是學者的特殊能力 我反而更加明白 你跟我說 學者電流 有折射效果 然後光暗 所以影像不見了 都可以 他一直是說這件事 學者 因為速度能力 控制電流 人的訊息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靠電流 所以他可以阻止到這件事 我這樣覺得 我是合理 因為你操控雷 其實他都說到 你可以用這件事 靠獨心 你差不多 其實為什麼要用 這個涉足的技能 不如直接說 我猜到他要走的暴發 把走的位置 那些東西 這樣靠位算 這些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什麼 一個強的角色 他有多重的技能 就是什麼 我一開始 只是用Lv1的技能去打 我覺得 你有資格 吃我Lv2的技能 那我才可以Lv2的技能 跟你打 一開始Lv5就可以了 煩了什麼 他覺得 不同的對手 我應該用不同的Lv1 跟你打 無謂展覽你 騎士到的 這隻條子 真是 你忘記了Lv1 女主角一開始 先對他玩劍術 之後才放火 但沒有問題 應該這樣說 我最介意的 也不是我剛才說的 所有的戰鬥 我最介意 當然 我們不得在 中間涉及的 就是 男主角一輝和Stella 他們兩個之間的愛情的關係 就是 他們慢慢由一個好對手 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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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接著 去到什麼 因為 黑哲家 很不爽 其實很不爽 就是 奴隸 明明是一個廢柴 是 我不讓他勁 他明明已經很勁 但我不行 因為我之前說他廢 他現在不可以勁 我今天理解了整件事 不是這個意思 他爸爸的意思是這樣的 他爸爸的意思是說 我一直都對你不抱有期望 而我對你不抱有期望的意思是什麼 只要你不做什麼特別行為 我就覺得你滿足到我的期望 因為你是一個廢柴 而他叫做什麼 一個沒有才能的人 與其學到半桶水 你不如不要鬼學 那是對的 你都沒有漫畫天分 你磨十多人做漫畫家 何必呢 一畫到這樣的樣子 整天都沒有出色 是不是 一畫一叫你不要畫漫畫 就回來做我舖頭幫手 那一輝 根本上他一直很想得到他父親的認同 對他來說就是想證明給他看 我不是一條廢柴 但真的一個廢柴 你要明白 有一個最慘的漫畫家 在努力的情況下 是不可以全之雄二這麼厲害的 這些畫記 然後他又發覺不行 我不會為這個畫美 這也不是 他很現實 說到一些東西 其實 他說話 既然學習的話 就不能學到半桶水 但是 至少 問題就是 那怎樣為止半桶水呢 主角現在是全戰全勝的 是的 其實你也說這對手不弱的 是的 那你又要不承認 那你想怎樣呢 其實 如果承認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他們 黑鐵家管理了整個日本的 佛杜律師部門 都是他們做的 問題是 有一個人 F級的 走去打 贏了 贏了那些S級的人 那怎麼辦呢 那些人會說 我也是F級的 那我是廢人來的 這件事 我要賺一套 我要賺一套 我不斷踩的作品 是 這個 哥哥大人 是 這個 劣等生 叫做什麼呢 他都是在哥哥大人 十文治 說完之後 就是什麼呢 他說 這個 十詩族 一定是站在頂點裡的 若然你打敗了十詩族 你應該是十詩族 他都會認同那些人的理論 就是什麼 總之你贏過十詩族的話 我就立刻囊括了你 那你就成為十詩族 就是這個世界沒有人打贏過十詩族 因為他也是十詩族 邏輯貿門上是有個前後先後次序的錯誤的 但是Levelmind 他都是說什麼呢 有些雞魚雞蛋的問題 他都認同了 如果你到達了這個力量的程度的話 你必然要是十詩族 我們不容許有人超越十詩族 但是這裡就是什麼呢 你有這個力量 但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力量不是力量 是啊 你明白 黑鐵家去到那個情況 唯一可以說得通 已經是面子拉不下了 我之前不承認過你 現在那個人不承認過那個人 這樣用這些迂迴的方法 反而這麼厲害 那我怎麼出來走 怎麼出來撈 那他沒黑你 沒黑你之後 還要安排超厲害的對手打殘你 那就搞定了 而那一刻的方法是超有趣的 那個方法就是 哦 如果我雜誌 其實是一個 哦 我們發現了他和這個Statter 就是這個一角的王女 有這個的戀情 是啊 那 那都是Kissy 然後他當然 鋪帶到就是說 那兩個人是同居 那兩個人是同居 但是同居這件事 學校搞出來 這件事你真是怪我了 有事話 然後他當然可以怪他 他就說 我幫你同居 沒有幫你上去 說實話 其實他沒黑 他沒黑為人家國街的王女 這下是否有些問題 這下 這下 是另一個問題 然後他抹黑了錢 然後人們就說 哇 這傢伙這麼卑鄙無恥 但是我講這件事 他說 他卑鄙無恥 又怎樣 現在說這個 七星劍王 就是 是說什麼 是說實力的 硬卑鄙多 他有實力 你咬他得了 所以就抓住他 困住他 不給你食物 折磨你 等你輸 比賽照比 不過問題是失誤會很差 等你會輸 不知不知道 就不停贏了 他只是拿個藉口 當然藉口是低B到一個點 作者能否給我一點點 如果玩陰謀 可以給我一點點氣勢 不要玩那麼少加的東西 作者一直在表露他不是很懂得死这些东西 他根本想不到你怎样觉得那个人有卑鄙无耻 他又做一些很少家的东西 应该怎样做一个国家级的卑鄙无耻 他做了成一个真情色的卑鄙无耻 最惨的是你那个肥猪的角色是废的 卑鄙无耻 黑铁家势力很强的 他很有威严地用他这么卑鄙无耻的低级装去搞这些东西 你这个黑铁家的东西都挂得住吗 我意思是整件事很厉害 搞了电的问题很多人是搞不电才穿波 我居住都搞全直播 搞了电都已经有问题了 搞不电的样子很糟 大家应该这么说 学生会长其实知道这件事 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你明白这个世界有这么多港珠的实物存在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但全世界的人的目标是什么呢 因为他和Stella是情侣关系 他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健康的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说这人卑鄙无耻 很多贯的坏事 要烧 要烧 他们是不值得的 要烧 我明白 这种正常的方法 就是好像那些雜誌被人抹黑了战蓝 虽然 人家不是情侣关系的 但不重要 不行 要笑都要笑 都是妒忌心 所以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我明白 会长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黑幕 但是我都会全力以赴去打残他 纵使我知道他的状态不是最好 因为其实我也有我的战斗目的 而我相信学弟也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只是冤枉他 老实说 我相信学弟是现在最后的问题 其实你说的人是什么 其实我有他的目的 我想赢 我说你 我说你四肢残废 咬着一把剑锁锣锣一样去 就是一刀锁锣锣锣锣锣锣的 而且他讲的很冠冕堂皇 一个武士 一个骑士出来战斗的时候 就是这个过误 我一个祸底都会明白 但我那时看一看画面 祸底被我父亲打残了 实际上没什么战斗意识 你这些是否很风涼呢 還可以說 哎呀 這麼慘 別打給你一個位置 那麼不可能啊 又不能這麼直 別那麼曲 便會說這些說話 我覺得好像好人聽 這套東西 其實我們看到這裡 這套東西 全部人都是戴著一個假面具 我慢慢就從這個位置 學者自然地 是一個很冠冕堂皇的說話 然後就說 嗯 好了 那我 我為了尊敬他的對手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話之你殘罪也好 我都會打殘你的 難道你學生學生說 而目標就是什麼 因為我有我的目的 嗯 那OK 跟著呢 其他一開始一輝 正在教整班 叫做自己同班同學建築的 那同班同學在他叫做 在這個緋聞的期間的時候 全部不去場 最終放他出來 那時候 打完氣的那款 然後打完氣的那款 你不明白了 看過Facebook集會 我們日地逼逼逼逼人在這裡迎接他 準備著嘛 大哥 當然不會出來住了 現在 對啊 也有個人幫你講個說話的 我都記得 至少 人家Facebook網上正在準備著召集著 不會出來住的 知不知道 好啦 這場戰鬥我早就這樣說就是說 OK 一開頭 叫做 他真的告訴你什麼叫一閃流 這場戰鬥真是一閃流 給你聽 對呀 剛才我們表他一開始 而鏡花說的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戰鬥那件事 他每次都升級就是什麼 一開頭就是 對手的反應快 我用一刀收錄 比他更加快 然後這一場是什麼 他能夠交叉劍技 感應到我的電流就是什麼 我要快到他感應不到 不是 都是那一樣 我說完再一次 這個小明邏輯 再說一次 那為什麼這個 一刀收錄 一刀羅撒到最後升了 一刀羅撒 為什麼可以比電流更快 因為他真的很快 都是那一句 不僅僅是這些武功的 要我認識黑鐵 我很明白一件事 作者是深信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說完的了 剛才我剛才說他第一場打工的那個人 不懂用快 現在就用快 快就打不到了 因為常打你練就行 作者有沒有想過 為何他可以這麼快呢 就沒有了 總之他很快 即是他用一個快字 即是你不停用那個快字 你有沒有其他形容詞 有的 他的畫面多一點血 噴多一點血 必多一點血 此外 一刀收錄都可以令到你打到殘殺 那一刀羅撒 想怎樣 他一刀羅撒的定義是什麼呢 將壓縮成一分鐘的新聞 來變成壓縮成一秒的時間 但是對我來說 電流的速度是花了一秒的 當然我不知道他的壓縮是怎樣 這些東西我們也是懂得黑鐵 你懂得黑鐵 那一面是流星撞過去而已 那力夠大呢 出不上了 小明拍得快過火車才是為什麼 然後就是什麼呢 我就見識到這個世界的虛偽 虛偽 然後就是一開始打完的時候 全場衛一輝歡呼 然後全場衛一輝歡呼 然後全場黑開頭之前就說 這傢伙吃了女兒很不對 然後打完之後就說 這傢伙很厲害 那 跟他吃了女兒有什麼關係 但是如果這件事沒有關係的話 那就是前面的事 你們看回他也是沒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你會釋懷的呢 你呀在這個射戰友的時候 叫全場鼓勵他worst one的時候 都發覺這個世界虛偽的了 這傢伙一開始就串他的時候 真的想說的那一字 串他的時候 然後之後就說 哇好厲害啊 無面的事 你們這傢伙 沒住得再快一點 喂 這個話之後就說 這件事真的解決了 就是說 他誹謗他們兩個這件事 那 就是怎麼樣 打贏了之後 打贏了 是解決了什麼呢 死肥佬 跟他那個說 你打不贏的話 你就給我退學 還有給我收拾可以了 你永遠就一 你以後就解決了 我就知道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匪名那件事 是沒有解決到的 就算老實說 Stair出來抱著他的時候 我說 我肯定 如果一個正常的羅出來 我肯定 證實了 這件事一定有腦 當然他知道 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給他名分 雖然我不明白 整件事的關係在哪裡 沒有啊 我吃了這條女兒 我要娶她 OK啦 不會走速 我男人的 我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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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個問題是 他本身是一個 叫做什麼 國家層級的問題 就是說 王女來到這裡 叫做 老實說 其實他想推薦到的定義 就是什麼呢 王女不小心 就是被這個 卑鄙無恥之徒 搞到失了身 這樣的程度 一刀搜羅 他 還沒一刀搜羅 哇 麻煩你 那你解釋過 那些人在那個位置 說 一分鐘在搜 原來他在一秒鐘前搜 這傢伙都是早 很 是啊 那我接收了 是啊 可能 那這傢伙可能容易一點 可能 但是 就是 這些位置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國教區的問題 當然厲害了 當他 黑鐵老爸 收到 Stella老爸的電話 的時候 Stella老爸 很意正想而這樣說 你不要把 那些小朋友的 把那些大型的問題 放到小朋友那裡 現在又說 我真的 你這個電話 在匪聞出光的時候 你便要打過去了 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是厲害 我的女兒 選了一件這樣的垃圾 然後說 那不行 那我一定要被黑鐵老爸 解決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出面 然後他打贏了 說 你們不要買這些小朋友 這個 這個年輕人 我早就看見他了 你也明白 這就是政治 人家是國王 當然不要 李之華小事 到合理時候才出手 國家這些事情是他高端 他依然是國家層面 才跟黑鐵老爸 不能比較 當然是打了結果出來 才打住 當然是不一開始的 先收買住馬 根本就是 這套華我裡面 所有人根本就是黑到爆炸 我當然不會出聲 搞定這件事 就管什麼 公由我管 知道嗎 當然是拿彩 快快守守 所以打完之後 才打電話給你 壓地個威 我不是說 這套東西 所有人都是虛偽的 合理 騎士道的東西 人家是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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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騎士道的東西 真的 所以我看見他 這套東西 為什麼好 這套東西 好體載的地方 是什麼 大家覺得是 有正攻 拿主角就是聖無能 很重要 十套有十套 十套有十套 你一開始就是母豬 完聖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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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實說 對我來說 行夠被定義魔法四天王 就是因為 無論他的設定 或者他的技能 能力層級 他分得很奇怪 當然 他唯一 他唯一 被其他 魔法四天王 系類型的作品 做得好 就是什麼呢 他不試圖 這種能力 比這種能力強 嗯 帶了傷黑的地方 對呀 但他又說不出傷黑的地方 對呀 他傷黑的地方就是 快 有沒有看功夫的呀 周星馳的 快就行了 唯快不破 我知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我這個東西 中華五千年 五千年 你不可以質疑他 男主角觸道是快 快就行了 我寫到唯小平這個示威 日本才是很熱的 所以 我回到最後 他叫做 因為每一場那個 叫做 戰鬥 那樣東西其實 是來得很兒戲 應該說 很公式的 應該說 就算我看 叫做天下第一武術大會 類型的 每一場戰鬥 我都會看到 不同人 或者是 他有不同的狀態 但對我來說 現在的狀態是不重要的 就是 他也是 那一句 這件事當然我知道 近年都是這樣的 所謂輕小笑 就是相信我知誰 或者信念大過一切 就超越限制 他突然之間 阿蘇阿米 你怎樣 阿蘇阿米說 不知道的 會不會爆了 其實是爆了 信念可以的 睡一晚 睡一天就沒事 信念可以的 原來醫療其實很發達 我知道 我唯一經驗的就是 他一定的醫療其實 一定是很厲害 當然 不是沒有可能 創造到這樣的奇蹟出來 你每次用一刀修雷之後 進一次醫院 你又回復回Full HP 阿蘇阿米就是這樣 沒事的 你問我 有些人稱讚的 稱讚我作畫 其實 沒有拿流灘 就叫做 作畫上的層面來說 我當然不是那個 戰實層面說 和那個 過資層面說 我覺得浪費了一些畫 其實算畫得不差 我覺得 完全沒有緊張感 但是我看上去 那些人覺得 不浪費一些話 是看那個空步 尤其是某幾集裡面 空步的跳躍 那些 覺得 製作群真的非常之用心 是啊 沒有喜歡大勝利 錯了 我沒有看那些 不好意思 但我看的 老實說 我看的一套魔法作品 老實說 這些東西 我明白 賣弄這個女主角 或者女角的身體 是現在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就是這件事 我都說 這件事 見仁見智 但是 對你來說 就是那場戰鬥 那個信念 那個力量 如何看到主角的強 我是想看這件事 主角 為何我會覺得他強 沒有的 快 他 各方面都快 為什麼那麼快 因為真的很快 各方面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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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扣到女兒 快服輸 武功快 還有 信念轉移得快 其實這個信念也是我剛才說的 剛才說的 他說 我為我老爸 我老爸現在不轉移 那我信念是什麼 然後見到一條女兒說 我信念就是他 你轉移得多快 我沒有合理 男人為女性為女王 他唯一的快 合理 最合理 這一個 你要明白 每一個男人都要脫離 那個什麼期 我忘記了什麼期 總之在脫離了 負我的鼻任 應該差不多時候 那個不是母親 總之 爸爸不要我 就是女兒要我 女兒的家 就是皇家 國家的皇族 OK 可以跳槽 沒問題 合理 所以這套東西 我也是說 我的評價差是不高的 如果你純粹跟我說 作畫好 那算了 那不是我討論的範疇 你明白 其他四天王連作畫都做不到 他已經在至少這方面 贏了起跑線上 在四天王那條畫 就是說 如果你說四天王 其他幾部 四天王的劇情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這套 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想看母豬 或者想看怎麼快 什麼叫快 一定要看這套 你會對快這件事 是有一個全新的演繹 即是說 怎樣快過快 就是快 看功能小說就可以了 快 這些是武功秘訣 我只是說 獨孤狗劍 都是說這件事 怎樣能夠破到對手 就是看穿對手的劍路 還要化它 當你了解到什麼叫做 怎樣用刀 你就破到刀 這個當然是 破劍式的解讀方法 怎樣為快 都是這個道理 這套東西 當你明白它之後 你可以出到刀修羅 我不想做王 應該做了小明 這套我們是這套 那我們是下一套 我們是下一套